各位, 这里来自BBC, 大约半天之前 有个新闻出来说, 一个吹小鸡的吹烧人 说波音里面的品质问题的人被发觉死了 他说是在自己身上开了枪 如果是自杀用枪, 没理由打自己身体 应该打个头, 死得更快些 但现在无论如何, 这位日兄是John Barnett 波音做了32年, 在2017年退休 在他死之前正在做洩漏消息 吹烧人, 说波音的坏话 现在就证实了, 他是Cell Infected 自己打伤自己的Wood 这里没有说是打在哪里 就是9日3日之前, 警方说他自杀 不认证实了, 他是2017年身体健康问题 所以退休, 他主要工作是 他是Quality Manager, 负责品质管理 在787机型上, 说很多年前 他们将本来有很多Quality Inspector 就是那些检查品质的裁员 所以他就不在哪里 他发现仰艺系统有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为了要赶时间 在垃圾箱里找零件利用等等 因此现在就被自杀了 没有啊, 在美国被自杀自杀 这些inconvenient truth 是出不了来的 现在证人死了, 没什么做证 那啊, 没什么